芬莉可以隨便亂選欸 可以… 完全不管… 這一局是怎麼樣 芬莉就是一個你選…基本上都會賺 因為他是三星的戰蟲帶護甲 那你隨便選一個… 都會賺一點點 瑪伊夫的戰蟲是幾星啊?我想問一下 兩星喔?這樣選他會虧欸 我選這個吧 伊莉絲我記得他是三星戰蟲 然後…伊莉絲本身好像是沒護甲 還是說有護甲 一點點 忘記了 好像有一點點 反正選了…選了肯定不虧 兩甲 然後這個會給你錢 你會賺一塊 五甲 那就跟芬莉一樣 芬莉也是五甲 賣個水滴一刷 他升級的話…你要一起升也不是不行 看一下大部分人怎麼打的 大部分人都是…沒升級 喔 升級買水滴、賣水滴 然後開土 挺香的 這樣就可以直接拿到…穩定一定有三 因為這一局異形科技沒有海灘豬 都只有一些破爛 那沒理由在下面了 真的 能的話 推薦是圖可以最後開啦 盡量還是優先買上面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一個…保險嘛 沒東西買的時候開這個 有東西的話就先買 可以買右邊兩個嗎?可以吧? 還是要買一個小小鬼 打死王之一 這一張肯定可以買啊 真的要做到客家 是買這兩張 只是為了打贏 然後多解個2% 沒必要 那就…客家 結果不但打贏了 而且… 勝物也解滿了 客家客了 還贏了 非常完美啊 幸好沒有買那個 嗯…這邊牌給了稍微差勁 有沒有人是考慮升級一刷的呢? 反正先升級 下一回合可以7加1… 所以…可以一刷 或者是直接開圖 一刷賣…賣魚人 也可以 我覺得直接買就好了欸 沒什麼區別 直接買就好了 不用開啊 開圖浪費 刷牌好像也有點浪費 就直接買 現在回合升級圖 就各種亂開了 三個圖一起開 多舒服 喔…吃一個…OK吧? 遞著戰蟲要先出喔 欸?戰蟲… 我的還在手裡 想說怎麼找不到戰蟲 還在手裡 欸? 小糯米神之卡欸 早知道不要亂吃 哇塞 不吃不行 太多伊莉蘭了 那…這種水滴比較破 扔掉 我又一張 哇塞 你疊 我也疊 你疊 我是… 你疊鳥人 我是牙妹疊 沒事、沒事 好舒服啊! 兩邊互…互相幫忙欸 你幫我 我幫你 碰6真的是…誇張 升級吃、吃 有點怪怪的 惡魔 哇塞 我的波霸 銅鬚28 配合戰蟲、無敵 再回合發育就好了 因為我知道… 十之八、九要輸 所以當你覺得會輸的時候 就發育啊 發育再想辦法打回來 額…是糯米嗎? 反正你就拿唄 是霍格 不是糯米 那…有一個… 海盜… 的感覺 是不是詐騙了? 會不會搞半天是詐騙啊? 然後…就被搞死了 有沒有可能 實際上是詐騙集團 決定 後面我還準備了更好的 絕對活了 我好念斷電腿 就算是個小洋蔥 也能在我的盾湯裡發揮作用 戰蟲要扔掉了 等等檯面有五星 然後開一個圖 然後轉霍格 這個霍格應該不算詐騙啊 都已經長這樣了 對吧? 這應該不算詐騙 是詐騙的話 會長得更…那個 有五星的時候在開喔? 五 開 這個是六 開、開 拿嘲諷 差點拿錯牌 海盜、海盜 海盜 錢囉 海盜 我想重開一下欸 是不是怎麼… 是太多人玩了是不是? 好盾喔 你這個… 毒石…毒石玩家是不是暴增啊? 毒石玩家是不是事實上暴增啊? 哇 現在居然玩這個遊戲好lag喔 嚇死人了 這就是英雄戰場的魅力嗎? 還要嘲諷了 還是先讓我財富自由再說吧 我是故意…有看到要不拿 因為還是太窮了 我現在還不是很rich 各位 欸 好久沒看小三臺 好久沒看臺小魚三 感謝…感謝這個小傑啊 嚇了我一跳啊 小傑 小傑你嚇了我一跳啊 我以為是我的小三啊 決定後面還準備得更好的 炸出無魚啊 好決定後面還準備得更好的 不行啦 太盾了 我重開一下 看一眼7728 本師福利環節 今天的第三次絲滑體驗了 OK的吧?聊天室 好絲、好滑、好喜歡 要分開的結果 我很痛 幹什麼東西? 話語能殺人 歌聲也要殺人 這麼拿黃 先把六星卡搞出來 有6了 可以過濾一下 不用這個6 過濾開 一直開聚合體 有沒有? 一直聚、一直爽 兩隻一批一批一批的是怎樣喔? 現在我能不能唱一首啊? 半套體 我很痛之歌 утro 通通都搬逃 我很痛 欸 只能搬逃 我很痛 要就給全套 辦套是怎麼意思? 讓人家好難受啊 魚一家 還是沒自由啊 也沒海盜是… 弄什麼? 當作我好欺負 不可以海盜 你擺冷蛙 他也不可能塗到他嘛 所以他注定是弄不到的 鷂魚 拿柴配機觸發 加加 欸? 這邊做個細節 先出配機 怕…疊一個 疊完你沒用了 扔掉 加血魚先出喔 對…對… 你這麼說也是啊 我怎麼為了加1加1 而放棄了加血呢? 看來你對這個配機… 有堅情喔 曾經有機過喔? 不然你怎麼這麼愛他? 沒事…沒有…沒有…沒有… 第一次見面啊 第一次見 不熟 不熟…不熟… 我不熟… 這鬼晚點再說了吧 公主 金色狂風 可能是荷蘭人啊 但是抓他好像又有點… 不是很帥的感覺 這把財富可能就到這邊了吧 可能沒辦法 也沒什麼位置試或隔了 就這樣吧 等等 黃開始拿了喔 因為決賽是一個魚 既然就是這個…這個… 這一張可能要再弄大一點 這一張魚人大一點有7、8、50、60 你可能換不掉 換不掉魚人 可惡人 跟我想的一樣 你好像… 卡不… 好 我好像會輸 要不抓他 好像還真不行 抓的話是50%機率啊 抓…他… 卡的價 欸 因為他好像也沒很飛欸 他是打到哪邊卡住了嗎? 他是打到東西卡住… 喔…一個裸笛喔 所以飛不太起來 想說是怎樣 就要黃啊 之類的牌 吃鬼好像也不太好帶 有6了 開… 欸…這個聚合體是… 想問問各位 有沒有什麼看法 哪一次不合啊? 出旋風 多演化一遍 我現在就問啊 會不會合這隻 然後出事啊? 這可能要大除欸 我覺得要多擺一個嘲諷欸 不然有點… 有點太容易被瞄準了 這個嘲諷很精髓喔 這個嘲諷是不是很精髓? 484 484 聊天室484 主播我要那個了 你真的太細了 主播 細倒楣感覺 贏一隻 基本上你不要給我那種 太誇張的天譴 這基石是沒什麼難度啦 有時候是真的是很誇張啦 是我在說 這荷蘭人 打荷蘭人的重點是一個… 你會需要一個… 這個… 像瘋一般的男人 六星卡在哪裡啊? 有人會說…欸 你這個牌都賣了 你會不會玩這個遊戲啊? 你在沖煞會 這牌都賣光光了 你還打個毛線啊 不過告訴你啊 賣! 哪一次不賣? 939 牛哥 裝嘲諷 太Easy了 怎麼辦? 你為什麼要這麼殘忍啊?為什麼呢? 這遊戲其實是可以好好玩的啊 嗯…一個策略自取啊! 卡的他不要不要 把那個… 超大盾毒體直接賣掉 你正夠狠 連這個也賣 他還想給我從後面來 只有我可以給他從後面來 沒有人可以! 沒事…沒事 剪輯師這一段幫我剪掉一下 這遊戲策略太重要了 沒錯 針對他的弱點來進行打擊啊 那男人的弱點…最大的弱點就是在背後 我直接對他背後進行打擊 剪輯師這一段也剪掉 全部都剪了 剪輯師頭很痛 嗯…應該是完全不考慮買這個了吧?這個… 太慢了 三合一等太久 空窗太大了 直接買元素了 直接買元素辦技能 這個可以貼在燈籠魚上面欸 燈籠魚就有用了欸 好像很需要買欸 對不對? 糯米應該沒時間了吧? 我應該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慢慢疊 因為你要玩糯米的要賣兩隻 啊…賣兩隻怎麼可能辦得到啊? 我會直接拿 然後賣小糯米 然後…小糯米是不是就扔掉了呢? 還是要扔這個? 不要扔這個吧 這個可以穩定給現有的牌變大 其實挺強的 我們就…元素就到這…到此為止吧 啥也可以再疊一層喔? 你們是說不要動嗎? 扣一波大的 這樣嗎? 我還能再疊一層就對了 好好好… 你們都這麼說了 我還能再疊一層! 欸 我不會死了吧? 欸? 我到底能不能再疊一層啊? 欸 我到底能不能啊? 欸 我到底… 欸! 啊! 不是吧? 什麼啊? 啊! 打中擊! 怎麼再疊一層啊? 就是有人說可以再疊一層 恭喜我心中的2